这面膜也是我之前用过我觉得挺好用的 然后我应该不是被它的真诚所打动 就Fresh这个套装面膜 可以用来搭配这些涂抹面膜 气泡月泡的那种 那个悬油的那个刺泡 他们家这个写过 跟我也太配了吧 今天这个视频呢 是想跟你们来分享一下 我双十一非常理性的一些购物 然后在这之前呢 我们一起先来帮我把这个妆给补完 因为我只是非常简单的打了个底 然后这个补妆部分 就正好跟大家展示一下一些产品的使用 那我现在补一个眉毛 我的眉毛是纹过的嘛 所以每天早上我画眉毛非常简单 就是用眉粉这样一刷 但是我发现我就没有那种 就是眉毛根根分明的一个感觉 所以最近又在用这个卡齐色彩的眉笔 这眉笔真的非常便宜又好用 四只28块钱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的那种 然后我今天要用的颜色是06灰棕色 我之前用它的时候 它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就它的这个笔形啊不够硬 会有点容易断 但是这一支是它升级之后的 就会硬很多 不怎么容易 那我现在都是先画眼尾 然后眼头的话 用它来勾勒 然后它后面的这个小刷子 也比之前好用的 之前就是直接这样一粗条的 所以我后来没有再用 但它现在的这个刷子 它是就这样看 有点梯形感觉的 这样子的刷子会好用很多 一块没话 其实妆面就会明显很多 刚才真的有点像没话妆一样 然后眼线 然后我最近再用的是 一个金棕色的 它也是这种比较细的眼线胶笔 然后超级顺的话 我给你们试一下 是不是很顺 然后再来上一个眼影 较色的一个雾面盘 F11棕立盘 它就是四个完全雾面的一个颜色 然后要用到的刷子呢 就是我这一次双十一新买的 FIX PLUS的刷子 其实我这一次是买了这三根 一根是我的回购了 就这个MN26 这是一个修容刷 还有两个刷子 哇好好用 我也是这两天已经用过了 MN06和MN08 这个羊毛的刷毛 它就是那种很松软的 所以它很好晕染 然后刚才上了一层了 就这个颜色它是非常的自然的 再上一层 大面积的铺一下 晕染一下 我都没有抖粉 我就直接这样画 然后再用这个MN08 别看这个MN08 就刷头挺大的 但是它晕染起来 就还是很自然啊 但是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眼睛 每一眼之间的距离非常小 所以呢 这两只刷子 对于我来说 还是有点大的 所以我又加构了 MN07跟MN13 它们都是那种很细节的一个刷子 这个时候我又要用一只ST34 这只比较小的 再来压一个眼线色 这一只刷子 从侧面看它会薄很多 所以它会更好画细节 它们的区别就是 这个羊毛的刷子特别的松软 所以晕染起来特别好用 但我之前为什么会很喜欢 ST的这两只呢 这两个毛好像是什么染色羊毛 它们的刷毛呢 是比较结实 比较实的 所以它涂了眼影上眼 也会比较明显 因为我是内刷嘛 所以我即使化了很多眼妆 在眼皮上 我可能一睁眼 那个妆就不明显了 那我就需要那种 可以让眼影相对明显一点的眼影刷 所以我觉得这两只很好用 但如果你眉眼之间距离 是比较正常 或者说偏大的话 你可以买大一点尺寸的 ST26 它是ST33的一个放大款 然后再上一个亮片 也是用卡拉奇色彩的这个 它是一个双头的亮片 它白色的这一边真的很像那个3CE的那个一滴类 这个是它的一个品体 然后我这个色号是蜜桃金 就一个是这种白色的一滴类 抹开之后 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还有一头是这种橘色一滴类 当然橘的不是很明显 就是这边是偏白的嘛 然后这边是偏暖调的 这个组合我觉得还是蛮好搭的 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 就是我近期游家好喜欢的一个唇油 就是这个花枝小的草莓洛可可系列的S03 奶香摩卡 就之前用的这种太喜欢了 要跟你们分享一下 先试一下颜色 哇它这个就是非常的雾融融的一个感觉 而且是那种很薄的一个雾 好喜欢 还有浓浓的草莓牛奶的一个香味 赶紧给大家涂一下 这颜色就是很自然的那种 然后给大家试一下腮红 因为我有两个花枝小的 它们是不同系列的 独角兽系列跟草莓洛可可系列的 都是01号 就都是我很喜欢的那种膨胀色 哦还有 这个是送的一个点彩刷 我也觉得好好用 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刷型 它跟一般的点彩刷不一样 一般的点彩刷它这边是平面的 但它是有个坡度的 有了这个坡度之后就更好上腮红了 我太喜欢了 先来涂这个独角兽系列的01 它就是有点类似我的轿色N03 但是它比轿色N03更淡 但是更蓬 然后我现在都是用这一块打底 来先蓬一下 可以看一下这边一下子蓬起来了 我可能不够白 所以涂它呢 是比较明显的膨胀效果 会不够红 所以呢 这个草莓洛可可系列 它的这个01比这个是不是就红了不少 所以呢 我现在会在这个上面再叠一个这个 我自己都有点绕 不怎么需要去拍粉 直接上脸 它会给你的皮肤更多一点那种 红通通的一个感觉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用它上脸 也是会有蓬起来的一个效果的 然后转回 这一个01 哪里需要蓬你就点哪里 包括像类沟这里 我会用这种小的点彩刷 给它戳一下 就把这里也给它蓬一下 我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一个对比吧 这一盘是NARS的SX Appear 花枝小草莓洛可可系列的01 天使相送 这两个颜色很像 是不是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包装 我好喜欢它里面这种像那个白贝母的那种感觉 好好看啊 它们在包装 然后下面就来分享一下其他的开箱 因为我之后要搬家嘛 所以我这次双11买的不多 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些像花枝小啊 是之前没有开过的箱 我就给你们展示一下吧 我先讲两个就是最近在用的 但是我觉得挺好用的东西跟大家分享 一个是这个Misting的儿童防晒 就你可能只是日常上班上学 哎呦看着好难受啊这个头发 要用防晒 但是晚上你又不想卸妆 你就可以用他们家这个儿童防晒 它的整个肤感 我不觉得有比其他的防晒不好用 它完全不会觉得油腻或者怎么的 那它作为一个儿童防晒 它是不需要卸妆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面膜 利纳斯他们家的一个涂抹面膜 那我本人的话 本来就是爱涂抹面膜 胜过于爱片状面膜 但是呢还是有被很多品牌的真诚所打动啊 所以囤了不少片状面膜 那利纳斯的这一款面膜 我感觉它是有一点那种补水急救的一个效果 就是前几天我皮肤有一种 好像要敏感的感觉 就是我有收东西嘛 然后我又那种灰尘过敏 我就感觉我的脸开始 这里痒 那里痒 就是不舒服的感觉要来了 然后我就敷了一下这个面膜 我感觉它好像把我的那个炎症给压下去了 那日常如果你皮肤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它就是一款不错的一个补顺面膜 然后它的使用感也很舒服 是有点那种酸奶质地的一个面膜 敷个15分钟左右 它不会说黏在皮肤上不好洗 我就是虽然喜欢涂抹面膜 但是我不喜欢 就是洗的时候不好洗这件事情 然后还有买一个 JUFresh的这个套装面膜 这样可以拆出来 也是被Eric打动啊 哎呀这个 它里面虽然也是正装面膜 但不是那个大包装的 这个红茶是我很喜欢的 晚间面膜 也是红茶 它就是那种红茶土豆 你说实话还蛮难洗的 就不是那么的喜欢 但是为了Eric嘛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玫瑰面膜的话 我以前有一阵子很喜欢的 是我会先用那种清洁面膜 用完之后我再敷一个这个面膜 然后这个面膜我会把它放在冰箱里面 那你做完清洁面膜之后敷它就会起到一个 补水 镇定 收缩毛孔的一个效果 反正这三瓶里面我两瓶是蛮喜欢的 还有一个面膜是这个赫利尔斯的大头面膜 这个是其实是双11之前买的了 然后我是用了他们的那个小样 然后我觉得很好用 所以也没什么所以 那我一开始买它是因为 首先是它这里面的成分 那个白松露 如果你买fresh的白松露的话就很贵嘛 但是这个大头面膜就是这样一瓶大头 哦对对对 除了成分之外我特别喜欢它的包装 这个大头非常的可爱 而且我刚打开 我现在拿到手里我觉得它非常有质感 就是非常的重 就是对很有质感 然后 白松露对 就很好用了 反正就是很好用 我的使用方法就是佳琪推荐那一种 就你洗完脸之后 你先擦干 然后喷一点那种大喷 然后你再涂抹这个 涂完这个之后你再敷一层那种片状面膜 然后过半个小时去把它擦掉 就不当睡眠面膜 它本来是一个over night mask嘛 它是个睡眠面膜 但是用李佳琪这个方法 哇用完真的觉得自己 哇皮肤又亮又软又嫩 哇好好的一个效果 所以真的很推荐 另外就是如果你要把它当睡眠面膜 包括Fresh这个红茶面膜 都是在你正常护肤之后 你薄薄的涂一层 它们不要厚涂啊 就是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片状面膜的话 我囤了一个是 米贝尔的这个面膜 这面膜也是我之前用过 我觉得挺好用的 蓝色跟粉色一款是高保湿补水的 还有一款是 哇这个亮润幻彩里面也有白棕围 那应该挺好用的 就它们两的一个区别 我自己是 因为我之前都有用嘛 就感受不到了 但是可吞 因为便宜可以吞 另外还有那个爱尔博士 它们家的面膜 是我618买了很多 然后没有用完的 爱尔博士它们家的面膜 真的很便宜 然后加起来直播件 好像一直都没有上 那大家也不用去参加一些 微博上面博主的团 我有看过那个价格 根本不便宜 大家直接去它们的爱尔博士的直播间 就在直播间 它官方的到手价是306 可以拿到60片 就这个价格非常的便宜 然后如果你还有一些 可能凑一些别的活动 你可能到手价 应该会不满300 就可以拿到60片面膜 可以用来搭配这些涂抹面膜 因为它的成分就很简单 然后又很舒缓 安心的 日常补水的一个效果也很好 就这个大家可以直接去 它们的波波间买 然后还有一个面膜 就是欧士曼的这个面膜 算是被老爷爷的真诚所打动 我应该不是被他的真诚所打动 我是被他就是60多岁 然后他那个皮肤状态好好 我就觉得欧士曼他们家护肤 应该是OK的 那他的话有人说 就是会有点刺激 是先要用这个精华膏 然后再敷一个这个片状面膜 看我之后会不会再分享吧 就我也只用过一片啊 如果我长期使用之后 我发现它特别好用 我会再跟大家推荐的 夸迪是 这个是他送的一个喷雾 我觉得我也用得到 两盒面膜 夸迪的面膜我没用过 哎呦 我也打开来 哇好fancy 就是那种金光闪闪的不行 就那种生怕这个亮片 弄满我整张手 哎呦赶紧给它放回去吧 就会有这种恐惧感 为什么呢 好害怕的感觉 主品是蓝刺泡 这个也是这么 我就不给大家开了 因为就是这个我打算直接带走的 夸迪他们家呢 我爱用的有三个刺泡 一个是粉刺泡 它就是纯补水 而且很便宜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蓝刺泡 蓝刺泡的话 我感觉它在补水的同时 还有一种那种修护的一个感觉 所以这款是我最爱的 然后一年四季都可以用 它的使用感也很好 哦对 夸迪的使用感比润白也好太多了 就是又滋润 但是你完全不会觉得捏你 另外还有一个我去年冬天的时候买的 那个悬油的那个刺泡 那个刺泡我也觉得挺好用的 然后也没用完嘛 所以今年双十一我没有回购 然后还有盆货的Moodie他们家的隐形眼镜 我是618的时候买了很多日抛的 但是都没用上 所以我这次买的都是那种 既抛月抛的那种 具体色号我就不跟大家分享了 因为没上眼我也不知道好不好看 Moodie他们家的话 每次活动它送东西就送很多 像我这次买的一共是四对 送了好多东西 四个护理盒 这个盒我真的用不到 然后还有就他们家的这个护理液 润滑液 还有一个是一个收纳 就这么小啊 那能放几个呀 再下面呢是买了两双鞋 都是这个Simple Rambo他们家的 他们家这个鞋 哇跟我也太配了吧 就是黑白 白黑 Anyways 黑白 No 白黑 不对 黑白 不对 黑白 黑白 就是这样的搭配 我就很喜欢 然后我的脚很小嘛 很多品牌 它都没有34的 但他们家有 虽然是要靠抢 但是我抢到了 然后他们家的皮鞋 我之前有两双嘛 都是银色的 一双是有三厘米根的 一双是完全平的 完全平的那双 你们看一下 就是已经要穿烂了的一个感觉 皮鞋嘛多多少少会有点磨脚 但他们家完全不会 这一双的话 它是有点像 Shanel今年新款的那个 它这样子看着是挺好看的 不过它的确 我自己的脚已经算是比较瘦的 然后脚背算是比较窄的 但是穿这一双的话 显你的脚背有一点点宽 所以脚胖的女生 可能不是很适合这个鞋型 下面这一双 哇 这个它其实也是有点小消风的 这一双我太喜欢了 就它也是有那种延伸的一个效果 另外它两边做的 这里会高一点嘛 这一块多一点之后 它这个到这儿 它对脚背的一个修饰效果会更好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我想强调的 就是这一双鞋这扁 你是会露出你的脚趾根的 但是这一双不会 所以我真的更喜欢这一只 因为我真的是一个 不爱露脚趾的人 大家应该有发现吧 我很少穿露脚趾的鞋 好了 那我这个双十一的包裹分享 就先拍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也知道大家每天都是 你最喜欢的样子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